8月初开始,土耳其里拉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大幅下跌,8月最后一周,里拉再次大跌,8月分点值超过35%,创下17年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,仅仅8个月。 土耳其这个中东第一经济大国的GDP总之争发介绊,对于里拉暴跌的原因,在土耳其,有说法认为,西方势力虚猛已久,要以金融动到对土耳其的埃尔都安政权以猛烈打击。 更主流的说法则认为,美国在8月10日宣布商调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关税,而土耳其自身的经济结构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。 无利应对外来压力,可以说加征关税引爆了土耳其潜藏已久的经济问题。 具体在货币方面,土耳其一直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格局,在流动性透向方面,土耳其一直通过房地产和基建提升经济增速,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多年高位。 这种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,依靠的正式货币的大量发行,从而令土耳其在面临外部压力时表现脆弱。 另外,土耳其的外汇储备,在2013年后不断下降,使得其汇率脆弱性加大。 美元的周期波动也是理拉制服变值的主要原因,越南央行也将引致目前困局的矛头指向了美元升值。 作为土耳其的重要贸易伙伴,理拉暴跌引发越南钝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,中间汇率曾跌至22691钝,创历史新低。 除了越南,土耳其理拉大贬值的恐慌情绪,也迅速传导至其他新,新经济体,甚至欧元区。 自2018年4月以来,埃根廷比锁对美元,已累计贬值达46.7%,5月份也曾经历一轮大幅暴跌。 与此同时,南非、墨西哥、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叶伦班上演骨魂双杀。 文西强调,这些新型市场国家,与土耳其有相似之处,依赖外债,依赖进口,缺乏产出。 特朗普当正以来,对多国进行经济制裁和贸易摩擦,再加上美联储加息,更加剧了资金从这些新型市场国家回流美国。 资本加速外流,货币贬值,资产价格下跌,内外不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,都使得新型市场的国家风险进一步暴露。 回顾历史,每次强势美元周期通常,都会引发经济危机。 那么本轮土耳其里来快速下跌,是否会让新型市场重蹈覆辙? 分析普遍认为,特朗普的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,可能还会让美元继续走强。 从新型经济体的表现看,土耳其、阿根廷以及南非等经济体,虽然采取了资本管制、加息、增加外汇流动性的措施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 因此,未来还要持续警惕新型市场危机。 对比中途两国的经济模式可以看出,分析认为,土耳其大量发行货币,通过房地产和机械拉动经济增长,与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定相似性。 目前,房地产泡沫,金融体系风险,收入分配差距拉大,产业结构转型,人口结构老化,以及外部环境的冲击等,也正考验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。 因此,土耳其里拉位代表的热轮暴跌,值得中国景气。 在当前的情况下,稳定国内的金融市场,稳定人民币汇率,是化解危机的重要一环。 近期,全球货币大幅波动。 8月16日人民币,对美元中间价一度接近期的关口,监管部门接连出台中保政策。 并在8月24日,重启逆周期因此,8月28日,人民币对美元汇价持续反弹,中间价暴6.8052,涨幅高达456个基点。 是2017年6月1号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,在安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收盘价暴6.8070,是近一个月最高位。 分析指出,人民币的这波声势,不仅与逆周期因此持续发挥效力有关,也得益于美元指数的大跌。 此外,也有分析认为,中美利差收窄,正是奔额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原因,眼下,中美利差占逐度收窄,这将会逼扑资金流出,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压力。 对于人民币的未来走势,业内人士表示,市场担忧,人民币跌过期,可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消极预期。 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,与外汇储备情况看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,不具备长期变质基础,不需要过分担忧。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重要影响因素。 稍早前,中国银行发布,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,明确表示,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,中央银行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摩擦等外部扰动。 虽然人民币汇率不会成为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工具,但人民币汇率受各种因素影响,中美经贸关系是其中重要一环。 刚刚结束的第四轮中美经贸问题谈判,也还没有拿出明晰的答案。 中国外交部表示,双方已经同意,就下一步安排继续保持接触。 美国白宫发声明表示,双方就如何大致公平,平衡和互惠的经济关系,交换了看法。 贸易摩擦没有绝对的输家,也没有绝对的赢家。 结合目前的态势,有经济学者认为,不打持久战,是中国避免重创的上策。 本文图片来自库联网编辑,刘静,巴探木。